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 与启动发电机控制模块失去通讯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适用于大多数非混合动力车辆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 但也可以在混合动力车辆的品牌和型号上找到 该代码表示启动机发电机控制模块 SGCM和车辆上的其他控制模块为相互通信 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 或简称为CAN总线 没有此CAN总线 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 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 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 SGCM确定电池的温度是多少 并修改充电系统以确保电池保持正确的充电状态 他们还监视启动系统 以确定何时可能发生故障 此信息被传送到PCM 已打开故障指示灯 Mail如果是混合动力 则打开混合警告指示灯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 具体取决于制造商 通信系统的类型 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 严重程度和症状 在这种情况下 严重性取决于系统 由于此动力总程控制系统在所有运行条件下均能提供安全性 因此在诊断这些系统时要考虑安全性 同样在这些系统的维修期间安全也是一个问题 始终在拆卸诊断这些系统之前咨询服务信息 U0120引擎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故障指示灯 Mail点亮 混合动力警告指示灯是当时亮起 车辆可能无法启动或行驶 车辆只能在混合动力的情况下运行 但必须使用汽油发动机 原因 通常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在CAN总线加电路中断开 打开CAN总线电路 任一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短路 两个CAN总线电路中的对地短路 SGCM模块的电源打开或接地最常见 很少控制模块故障 诊断和维修程序 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 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首先请注意是否还有其他诊断故障代码 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总线通信相关 或与电池混合动力相关 请首先对其进行诊断 如果您在彻底诊断和排除任何基本代码之前 诊断U0120代码就会发生误诊 如果您的扫描工具可以访问故障代码 并且从其他模块中检索到的唯一代码是U0120 请尝试访问启动发电机控制模块 如果您可以从SGCM模块访问代码 则U0120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 如果无法访问SGCM模块的代码 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120代码处于活动状态 现在问题就在那里 最常见的故障是SGCM模块断电或接地 在继续之前 请注意 如果是混合动力汽车 这是高压系统 如果不注意警告和 或不遵守制造商的保护和诊断步骤 则很可能损坏车辆 并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人身伤害 如果不确定诊断的任何步骤 强烈建议您将此代码的诊断留在系统上 由接受过相关培训的人员进行 检查为该车辆的SGCM模块 家电的所有保险丝 检查SGCM的所有理由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 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 如有必要 请取下它们 用一把小的钢丝刷和小苏打 水溶液清洗一下 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 如果进行了维修 请清除内存中的诊断故障代码 然后查看U0120代码是否返回 或者是否能够与SGCM模块进行通信 如果代码未返回或通信重新建立 则保险丝 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如果代码返回 请在您的特定车辆上找到 CAN总线通信连接 最重要的是SGCM模块连接器 在操作混合动力汽车时 请遵循所有制造商的安全预防措施 并禁用高压系统 拔下负极电池电缆 然后再拔下SGCM模块上的连接器 找到后 目视检查连接器和界线 寻找刮擦、摩擦、裸线、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 拉开连接器 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金属零件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 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 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 重新连接所有连接器 清除所有代码 如果所有测试均已通过且仍无法进行通信 或者您无法清除U0120故障代码 那么剩下的唯一要做的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 因为这将表明SGCM模块发生了故障 必须对这些SGCM模块中的大多数进行编程或校准 以便正确安装 好了 我们现在有关系的位置 欢迎订阅 过去 我们这个动作 我们先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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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